以前念到博士还真不简单 但是您可能很难想象 现在台湾每年博士班的毕业生 就超过了3700人 跟民国84年比较起来 是大幅增加了两倍 而国科会的副主委就直言 国内花费了资源 培育出太多的博士生 但是他们出社会 不一定都找得到工作 或者是自己很理想的出路 而教育部也坦言 博士生的确有过剩的问题 未来将会严格审查 各校博士班增设名额 在积极规划产学合作 希望能够改善目前的情况 不少人想找好工作 学历越拼越高 抢博士学位 但随着各校系所逐年变多 博士生也出现过剩的情况 根据统计 博士毕业生人数 从84年的1053人 到98学年度增加到3705人 大幅提升了251% 国科会副主委就直言 台湾产出的博士已经太多 这些用大笔资源栽培的人才 却还是找不到工作 形同浪费 为了因应产业需求 教育部逐年放宽各校的博士生限额 84学年度博士生核定招生人数 为一千零五三人 到一百学年度 却已经大幅增加到七千九百人 尤其当初看好生计和电资细索 大量开放各校增班 但实际上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 导致博士生只能转入研究和教职 比如说生计 生医 当时也是相关的部位 建议教育部要大量的培育 这些高等的研发人才 可是很可惜的是 相对性的我们的产业 没有形成一个聚落 这一步也坦言 博士生确实出现功过欲求的问题 未来将更严格审查各校增设名额 如果招生状况不佳的话 学校就该调整人数或是退场 还要积极规划产学合作 避免流浪博士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就算一脸七谈不到